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襄阳在盆地的南部,它们都是南洋盆地的一部分,像汉朝时期,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,都属于荆州管辖范围,但是它们后来却被分开,如今分属湖北和河南两省,也是延续了以前的划分方式,为什么后来襄阳和南洋分开了呢? 看看南洋盆地的周围的地理环境,就非常清楚,如果从大的地理分界线来看,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,从西向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,在南北势力对峙的情况下,具有举不轻重的作用。 关中,秦岭到汉中到四川一线的汉中,南洋,襄阳,荆州一线的襄阳,两怀之间的寿春寿县,关中秦岭一线冲山峻岭,山路齐取,两怀之间湖泊湿地众多,又有环河作为防险。 居于中间的南洋,襄阳,荆州一线,有南洋盆地这种一马平川的地势,无疑是最好的进宫路线,整个南洋盆地四周被大大小小的山脉所为。 北面是福牛山,西面是秦岭山脉,武当山,京山,南面是大红山,东面铜柏山,在铜柏山和福牛山之间是连连的山峰,之间仅有少许狭窄的通道,最好走的就是方程道。 西北方向出关中走山路,可以顺丹江而下,达南洋盆地,西面汉中,安康,石燕一线,可以顺旱江而下达南洋盆地。 南洋位于盆地北方,加上地势平坦,无显可疑,可以说是四战之地,很难守住。 我们再看南洋盆地的南部,襄阳所处的位置相对南洋来说,可为整个南洋盆地最为重要的一个点,北方势力进入南洋盆地,要向南下,避过襄阳这个咽喉之地,绕不开。 襄阳往南的出路只有两条,一条是走襄阳,京门一线,一条是襄阳以东,的早阳属襄阳管辖,随中一线,襄阳,京门一线。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汉江,在古代战争中,无论是运兵还是后勤粮草补给,水陆的成本相对陆路来说,要低得多,而且一旦突破襄阳防线, 就可以沿汉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,对武汉、南京等长江沿线造成巨大威胁,整个长江防线基本上就崩溃了,沿长江速流而上,可以西去恶守荆州,移昌长江要塞,掐住四川董处的大门,早阳,随州通道夹在大红山和铜白山之间,沿藻随通道南下道路并不太好走, 但是对行军打仗来说,也是不错的通道,可以南下,东进,过了隋州继续南下,可攻武汉,在信阳西南的大别山脉,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,有几道关口,就是著名的一阳三关,平静关,武圣湾,九里关,突破三关,东进就可以绕过淮河防线,直插合肥,威胁南京, 可见在中间这条进攻路线中,襄阳所处的地理,位置是最重要的,襄阳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江南的安全,当年蒙元和南宋双方,在襄阳聚集大量兵力进行争夺,这里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,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战场, 南宋在襄阳苦苦坚守了六年之后,还是失去了襄阳城,从此门户大开,援军一路南下,始竹破竹,南宋再无魁天之地, 当然,既然北方势力,可以通过南洋盆地南甲,南方势力照样可以反过来通过南洋盆地北上,东进,池达关中,中原地区,我们往前看,春秋战国时期,秦楚蓝田之战,楚国二十万大军,客武官,商洛市丹凤县东,直逼秦都咸阳, 这是秦国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时刻,连秦王卫队都派上战场了,双方杀得天昏地暗,热月无光,最后秦国蒙有寒, 为趁楚国后方空虚,由芳城倒入南洋盆地,偷袭了晚城南洋,楚国只好退兵,汉光武帝刘秀,襄阳早阳世人,就是随早通道的那个早阳, 王莫时期,刘秀发迹于南洋盆地,虽然穷得骑牛打仗,结果笑到了最后,不能不说他身在一个好地方,骑兵也选择了正确的地方, 南洋盆地的物产丰富,既可以北上,又能南下,尽可攻退可守, 帝朝历代对南洋盆地的重要性认识很深刻,襄阳和南洋只能分开,互相牵制,而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